美鳳有約 美鳳有約 美鳳,現在是 現在來到新居賓市 這個地方 要特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它是一個 第一站來到哪裡了 這些地方 好,在美術館裡頭 裡頭有很多文物 當然我們要請到專家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請到這位 帥哥 三本親吻先生 我們再來請教他了 歡迎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美墓 謝謝 我叫山本喜亞美 麻煩你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你看 有他這樣活潑的帶動我們 我們今天就會學到好多東西了 好,首先請問一下 這個外觀很特別 特別 對 特別的銅板 新居浜市是銅的城市 住友的城市 銅的城市 明宏,這幾枚銅板有嗎 這也... 應該有... 有一萬吧 22,500枚 22,500枚 有很多的 後面也有很多 你看到後面 全部 全部都有 當然那麼到了一個美術館 外觀這麼吸引人 我想裡面應該有很多特色 當然 去吧 這樣直接看更清楚 OK,如果請帶隊 去吧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上禮拜美鳳姐在愛媛縣金智市 完成了跳島之旅 今天在以銅礦聞名的新居賓市 要來好好探索一下 與金智市不同的歷史人文風情 第一站來到彭彭美術館 從外觀來看就很特別 用了兩萬兩千五百片的銅片 裝飾而成 而在新居賓市 每年的十月 都會有一個秋季祭典 太古季 每一次都會有五十幾台以上 裝飾得非常豪華的太古台 在各區內遊行 對新居賓市來說 是非常重大的活動 在紅銅美術館 就展示著在太古季中 實際使用的太古台 聽說每兩三個月 就會換一個地區來展示 現在就一起來看看有多壯觀吧 現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麼漂亮 這麼大的太古台 但是所有的內容 我們還請這個 它有太古記碼 我們請這個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請教授 來 漂亮吧 漂亮 漂亮 但是美鳳姐也漂亮 謝謝 觸碰到 觸碰到 你真好 謝謝 是金屎銀屎 金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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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是房子 叫作為雨 是 是 五國豐浄 秋天 祭祭 是新浜太古街 這個太古台非常地大 幾公斤 這是 三噸 就是三千公斤 多少人才開得起啊 大約 地區以為不一樣 150人左右 對 150個人 好 整個過程 我們整個再看看 繞繞了 看得仔細一點 我們再去走一走 原來太古祭是為了慶祝五穀豐收 向神明表達感謝之意 而舉行的祭典 聽說以前的太古台 沒有這麼地豪華 是因為當地產業 漸漸地發展起來之後 每個地區為了展現財力跟魄力 所以才會用金線 銀線等等 用刺繡的方法 把太古台裝飾得越來越豪華 跟其他地區的太古台相遇時 才能互相較勁呢 在紅銅美術館內 除了展示太古台之外 還有一個放映區 可以觀賞太古祭的影片 360度的環繞影像 與聲音結合起來 好像真的身在太古祭現場 另外在紅銅美術館 還有手作教室可以參加 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挑選 這次美鳳姐做的 就是玻璃杯的噴砂體驗 先把想做的圖案畫出來後 現場工作人員 會把圖案掃描進電腦內 製作成貼紙 貼上玻璃杯後 再用美術刀割下圖案 白色的部分開始噴砂 確定把圖案都噴上細砂後 把多餘的貼紙除下 就能得到自己設計 獨一無二的玻璃杯 這次美鳳姐做了 黑尿的圖案 是不是超級可愛啊 當然逛得累 館內還有咖啡廳 可以坐下喝杯咖啡 吃個輕食休息一下 不要忘了 一定要來一隻 新居賓特產的白玉 做成的霜麒麟 滋味濃郁 一吃就會上癮哦 現在在這裡是 愛媛縣新居賓市的 別子銅山 其實它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地標 待會兒我們要再上去 那個地方是 它是屬於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小鎮一個地方 所以有 最新盛的是有四千人住在那裡 那裡是海拔很高 七百多公尺 所以山中的小鎮 現在好像沒人住在那裡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你可以上去 可以坐它的觀光巴士 它的觀光巴士就是 一個人就是 一千三日幣 台幣三百八 那你可以接著就是礦山的體驗 你可以坐火車 好 礦山的體驗就是一千二日幣 台幣大概三百六十塊 如果是套餐 也就是套票的話 就一千九的日幣 台幣是五百三十塊 那當然是套餐 既然來到這裡 我也要去套餐 跟美鳳一起走一走出發囉 位於新居賓的別子銅山 是日本的三大銅山之一 在1690年被發現以來 到1973年封閉為止 出產了大量優質的銅礦 促進了新居賓的各種工業發展 這裡也是日本知名的 駐友集團起家 讓駐友集團一舉成為日本 前吉他集團功不可沒的地方呢 現在在別子銅山的山腳下 有一個別子銅山主題園區 遊客們可以來這邊一邊休閒 一邊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 而位於海拔750公尺的 山中小鎮東坪 則是當時挖礦工人們 居住的地方 雖然因為礦山封閉而廢棄了 但依然能夠看到 雄為的建築遺跡 也因為處理於山中 又被稱為東陽的馬丘比丘 要前往東坪的路上 因為會經過狹窄的山道比較危險 可以選擇從 別子銅山主題園區 坐觀光巴士上山 跟園區內的小火車 一起購買套票的話 很划算哦 而到了東坪之後呢 首先來到的是 東坪歷史資料館 來先多了解一下 東坪這邊的故事吧 現在就在東坪歷史資料館 那麼進來看到這些照片 就覺得跟台灣的高風力很同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採礦 以這個為生活 聽說在這個地區 當初最高的時候 有五千人住在這裡 相當的熱鬧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過去的點點滴滴 我們就請到了這位是... 在這方面 他都非常... 都很清楚的一位石川傑 先再來跟我們分享 嗨,你好 嗨,謝謝 嗨 好,這些照片很有意思 可不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這是大概十一期是什麼時候 はい こちらにはこういう社宅 お住まい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これは長屋形式になってまして 多いところは七軒、七書隊 こちらなんかは三書隊とか その地形に合わせた社宅を たくさん作ってまして 五千人以上が住んでいた その五千人が住んでいたというのは 西暦1927年頃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こういう風にね たくさんの社宅がありました こちらもそうですね 社宅の風景ですが こういう人が歩いてます という風に こういう山の中に こういう建物を建てていた ということでね 大勢の方がこちらに住んで 非常に仲の良い そういう集落が こちらには存在をしていた そういう風になりますね 小朋友笑起來多天真、無邪 好可愛、拍得真好 可愛 然後這些媽媽在講小孩子 不要再玩了 全身古都小媽媽 那當然 現在的小朋友比較缺乏的 他就說多可愛 好 那這些資料很不容易 都有流傳到現在 我想中間我們要分享一下 這個圖呢 好 這個地理位置 可以大概介紹一下好嗎 はい これは東南部地区の ちょうど中心地になります ど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ったのか というご紹介なんですが ここに小学校ありますね 小学校 この上に中学校あります 小学校 三個中学校 ここには住友病院 非常に有名院 これは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 那邊佩洁所 就是他們的超市 これが保育園 保育園 就是幼稚園 これがなんと 2000人が収容された劇場があります この上にお客様を接待する接待館 接待館 就是有貴客来的時候 可以讓他住在中間接待館 ここには保安本部とか 保安本部 こちらに採抗本部 採抗本部 などありまして この中心地はここに 中心地です 好 那這個位置是在哪裡 ここは写真目前的場合 ここに 他沒有特別寫什麼 但歷史的一些資料 多 pareil 算現在這個地方 好 真的 非常謝謝 謝謝 在東平歷史資料館中 除了可以看得到 當時人們的一些珍貴照片 還有很多當時使用的器具等等 因為在採礦前期 都是人工挖掘 人力一龍一龍的背下山 聽說那時候的男性 一人一次都要背40公斤 女性要背30公斤走下山了 真的是很不容易 在館內也有模擬當時的情景 設置了30公斤的重物 讓民眾體驗 看工作人員背上後 完全站不起來的樣子 可見那時候的人 那真的是很辛苦 在東坪歷史資料館中 了解了當時人們生活的背景後 旁邊也有手作教室 可以體驗銅板雕刻 一起來看看美鳳姐 到底做了些什麼吧 這裡就是有一個 銅板浮雕的體驗 如果說你要來上課的話 它是一個人 一個的 就那銅板 一個大概是500塊的日幣 台幣150塊 然後旁邊我們這位老師是 喬本玉子老師 謝謝女友老師 妳好 有很多的浮雕圖騰選擇 我選擇的這一個 巨蟹 這個怎麼做呢 我們就請老師來教我了 首先這個 這個用來 這個 這個 這個有不一樣哦 你看這個都不一樣 厚的跟薄的 先選這個厚的 這個 所以先選厚的 這個用來 對 這個中間 膨脹 膨脹 好的 它把蟹本身的大塊的身體呢 先用比較粗的這個 把它刮一刮 好 我看它刮一刮的意思呢 是讓它撲起來 比較有立體感 既然這裡曾經是產銅的地方 當然要帶一些銅的紀念瓶回去 自己親手做銅板浮雕的話 會更有紀念價值哦 挑選好自己想要的圖案後 喬本老師會一步步地教學 如何沿著線刮出最好看的弧形 還可以利用上面的空白柱 刮上簡單的符號或名字呢 完成後 老師就會幫忙做後續的上藥水 清洗等等的處理程序 等一下就能拿到 專屬自己的銅板浮雕囉 在等待的同時 還可以到附近走走逛逛 欣賞一下這個刻畫著 以前人們生活 共作痕跡的地方 走下成為運輸滑坡 改建為220階的階梯 可以看到以前的滑索場 這裡是以前山上 與山下輸送銅礦 生活用品 郵件等等 物品的主要輸送機關 聽說就是利用山的斜坡 建造出滑索 把一龍一龍的銅礦往山下送 再利用重物往下的動力 把生活物資往上運送 以前人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觀眾朋友 如果來到愛媛 不妨也安排時間 來這裡走走看看唄 嗨 美鳳現在在別子童山 那麼我想這裡就是 大家新居賓室 童山很值得來看一看 還有就是剛剛去很多 以前很多人採礦過 好像高雲那裡的生活 我覺得跟台灣真的有一點 有點像 好,現在來到這裡 分享的就是 他們這是熟的麵線就對了 就是大概是一份這樣子 給一個人 差不多 你譬如六百塊 代表百八塊 吃到飽 不限時間 然後只要你想要吃的時候 你就繼續吃一支一人份 一人份 那個... 那種胃口好的人 然後能吃很多人來吃這個 就非常滑得來 美鳳姐說得沒錯 在夏天吃這樣清爽的流水麵線 真的是超過癮的啦 吃的時候 可以加入鮮魚醬油 蔥、薑、芥末等等調味料 就是最正統的日本風味啦 麵線來了 我可以站起來嗎 還有別的顏色耶 好好吃 好好吃 這個太大坨了 好好吃 它的醬汁好好吃 美鳳 美鳳 太多了 好大方哦 不怕你吃一直來 不能講太多話 又來了 麵線來了 一杯 熱 對 好過癮 其實這樣我已經快飽了 下天吃真的很舒服耶 看美鳳姐這樣一直夾 一直吃 停不下來 就知道這個流水麵線 一定超好吃啦 而在別子童山主題園區 除了流水麵線之外 還有其他餐廳可以選擇哦 最特別的 就是這個可以看到 新居賓的特色 太古套餐 食用的是迷你太古台 當作容器 盛裝著這一道道精緻 又好吃的料理 是不是更別有一番風味呢 吃飽喝足之後 接下來要坐上小火車 從開運車站出發到幸福車站 準備來一趟礦坑探險囉 看到這個圖形 這個樣子 它好開心 它說 挖到了 銅了 好開心拿起來這樣 耶 以前的服裝造型 你看看 好辛苦哦 都打赤腳耶 然後挖到就好開心 所以來到這個坑道的 這個第一個洞口呢 叫 因為它挖到了 所以非常的歡喜 很開心的 好的 那裡面還有什麼 除了 還有什麼呢 我們繼續往裡頭參觀囉 這個觀光坑道啊 是模擬當時採礦的環境 而設計出來的 全長大約三百三十三公尺 今天邀請到了導覽員 神爺智昭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時礦坑的一些小歷史吧 我都是很好奇耶 怎麼發現這個別子童三的 是 這個別子童山 在1691年 是 發現了 發現了的場所 是這個山的頂上 1200m的地方 發現了 就是出現時 1690年 而這個山中 手で掘到 全部手で掘到 明治 明治 然後是 作眼器 作眼器 好! 好奇奇怪 這個山的中 好奇奇怪 建造的銅鑼 在別紙銅鑼裡 利益出了錢 現在的住友群組 有很多的公司 成為住友群組 現在的住友大企業 是 那是別紙銅鑼裡 全部生成了 全部 我很好奇 裡面應該有這些過程嗎 我們去參觀一下好嗎 來 去吧 去吧 在這個觀光坑道裡 用了人偶模型 展示很多當時人們 採礦的點點滴滴 在這樣黑暗潮濕的環境下工作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但每個人都還是堅守崗位 挖掘出這麼多優質銅礦 促進了新居賓室的發展 在坑道內也設置了體驗區 可以親自體驗 當時人們在坑道中 如何搬運礦石 如何打碎石頭 如何把湧出來的水 全部抽出來等等 更能體會到 當時人們的辛勞呢 在別子童山主題園區 還有一個特別的體驗區 掏金體驗 可以讓大人小孩一同體驗 從沙石中掏出黃金的樂趣 而且在這裡掏到的黃金 都是可以自由帶回家的 真的非常適合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創造出 與眾不同的回憶呢 這次的新居賓室 是一個很特別的旅程 我想我們到了紅銅美術館 還看了別子童山 我做的銅板浮雕 很特別 還吃了好吃的流水麵線哦 這個你看 還寫名字了 謝謝老師的幫忙 才完成這個作品 獨一無二的 好,我想重點是 七月十八號開始 桃園直飛愛園 然後到了愛園各個城市 你可以來一個探索 心靈之旅 努力工作 努力過生活 要記得哦 每個星期到星期 當時12點到1點 會給你收看美鳳有約哦 這次非常感謝愛園縣的邀請 讓美鳳有約 能夠來到金智市 以及新居賓市 把這些美好的畫面 帶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而這次愛園縣知事 中村石廣先生 更在繁忙的政務中 特別安排時間 與美鳳姐相見 美鳳姐不但與知事 分享了這次旅行的點點滴滴 也互相交換了禮物 表達友好之意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能夠再來愛園 把更多愛園的美好 帶回台灣 分享給觀眾朋友 而在節目的最後 中村知事有特別留了一段話 要給台灣的觀眾朋友哦 台灣的各位 大家好 姫県知事的中村時宏 我叫中村時宏 今天 昨年引起 陳美鳳 愛媛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 今治市 新居浜市 を番組で紹介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 7月18日から EVER航空さんによって 台湾から愛媛への 直行便が就航します 是非皆さんのご利用を そしてご来見を 心よりお待ちしてます 台湾 愛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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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事也讚 讚 讚